乔通部前部长李孟燕被爆出婚外情 火速请辞获卷 而她的外遇对象张姓中国女姐 在今天首度发生了 她写下了三点声明 除了对外界揣测做出澄清 也强调说她来台数十年努力工作 存钱贷款购入二手屋跟大楼的建商 没有任何关心还有接触 对于外界说李孟燕她购金屋藏交的说法 她说这对她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前交通部长李孟燕被爆出婚外情后 火速请辞获卷引发热议 而她的婚外情对象张姓中国籍女子 也在21号首度发生 开头就先对李孟燕的太太家人道歉 并写下三点声明 表示自己是在2009到2010年参加朋友聚餐 而认识李孟燕相处后发生感情 但后来李孟燕举家搬到台南任职水利局长 两人感情渐渐淡去成为朋友 他强调李孟燕并没有任高官 就屎乱中气 他进一步澄清自己努力工作存钱 在十年前自行贷款购入二手屋 和大楼建商没有任何关系及接触 绝非李先生购金屋藏交 并痛斥这种说法是对努力工作的女性 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最后更说明自己是福州人 来台结婚并落地生根 已经是台湾人 也希望大家认同 不要把陆配污名化成间谍 而桃色风波延烧 张姓女子的背景也被起底 传出他跟陈姓前夫在十年前离婚 育有二十多岁的女儿 而且活跃于陆配社交圈人脉广 在陆配圈中知名度不低 另外他还疑似是一间 泰式养生馆的大股东 甚至曾申请加入国民党 但这些都未获得本人证实 还有网友发现 他的脸书十年来 大部分贴文都跟感情有关 如今事件曝光 他在声明的最后 表示自己曾为人妻 亦为人母 对于自己造成李家仁的伤害 只能抱歉再抱歉 记者综合报道 建设